民眾冒著鮮花一一排好隊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 日台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設立會場 讓民眾可以前往哀悼 消息一傳出就有許多人來到這裡 手捧鮮花向安倍前首相的遺照鞠躬之椅 我們是感謝他對台灣的照護 以及他對世界和平的偉大貢獻 安倍晉三是台灣永遠的朋友 安倍晉三 我愛你 安倍是最愛台灣的日本首相 最保護台灣的日本首相 謝謝安倍晉三 安倍先生是台灣永遠的朋友 民眾字字句句到處對安倍晉三的感謝 牆上滿滿的字條寫的 也都是對安倍先生逝世的不捨 以及感念他對台灣的重視和付出 高雄市長陳其邁更是在受訪時表示 安倍晉三總是在台灣需要幫助時出現 應徵了患難見真友這句話 局中協調日本捐贈我們的疫苗 那到花蓮地震他也發文能用台灣交友來勉勵台灣 那更是在很多的場合 那聲援台灣在國際社會參與的空間應該要受到公平的對待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講 患難見真友 各地方首長也陸續到會場致哀義 台南市長黃偉哲在十二日下午南下 獻上花束深深一舉功 並且寫下對安倍先生的感謝 那安倍不僅在農產上很挺台灣的農民 在外交國防甚至國際的這個事務上 也是力挺台灣 因此我想安倍前所向的逝去 台灣逝去了一個好一個老朋友 民眾那其筆用文字留下對安倍先生的追憶 有許多人走出會場都紅了眼眶 高雄也在日前點亮純白光 悼念這位台灣的俱友 感念安倍前首相生前對台灣的溫暖 記者林嘉義 楊家衛高雄報導